欢迎大家来到张老师课堂 我是张雪峰老师 大家好 我是让学习变得更快乐的张雪峰老师 那么咱们今天讲一下什么专业呢 有的人就说了张老师 你这个行业挺不错的 当老师挺好的 张老师我想问一下教育学这个专业 他考验怎么考 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来简单的聊一下 教育学这个专业 首先大家要摒弃一个误区 教育学它不是当老师的 它不是当老师的 当老师的是什么专业 当老师的原来我给大家提过 研究最绝的你要想当老师的话 你考的那个专业叫做学科教育 括弧数学 就是数学老师 括弧物理 这就是物理老师 这个是当老师的 当老师那教育学是什么玩意儿呢 教育学从研究生阶段 学术型研究生的角度来讲 它分成了以下怎么十个 二级学科 分别叫做教学原理 教育史 课程与教学论 比较教育学 传人教育学 高等教育学 职业技术教育学 教育技术学 特殊教育学 和学前教育学 这是十个不同的专业 而在本科阶段 我们开设教育学的专业当中 几乎是只开了以下这么几个专业 包括像学前教育学 像教育技术学 包括像特殊教育学 这是我们本科阶段开的端研 包括像小学教育 小学教育的话 在研究生阶段 它也是要分科目的 它并不成为一个学术型的 独立的二级学科 这个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一下 那么教育学在考研的时候 有这么几个专业 我要重点去提一下 比如说像教育技术学 教育技术学 因为在本科阶段招生的时候 是有的学校按理学招生 有的学校按照教育学招生 按理学招生和教育学招生 它的培养方向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如果说按照理学招生的话 它比较偏向于教育技术的 技术那两个字 它主要考察的是什么 它主要考察的是和培养的是 我们对于教育技术的 一个技术环节的问题的解决 而像教育技术学 按照教育学招生的话 它解决的是 整个教育技术学 对教育的影响这方面的问题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理解 一个比较偏解决技术问题 一个是比较偏解决 我们整体规划的问题 这是我们理学和教育学的一个差别 那么如果说你学教育技术学的 你考的是理学的学校 它考试专业课 考的可能就要带数学 如果你性学不好的话 你就老老实实的考 按照教育学招生的教育技术学 你看老师麻烦了 哪个学校按照理学招 哪个学校按照教育学招 严招往事都能给你解决的 我们再说一下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 有的人说 老师我在当教育员老师 我有必要去考研吗 实际上大家你要知道 在中国有很多专业 你考研的目的 根本就是为了逃离这个专业 其中学前教育学 就是这样一个专业 你之所以考研 为的就是不干 这个所谓的本行业 老师我不干本行业 我能干什么 因为大家你要知道 随着咱们国民收入的提高 我们对学前教育 对幼儿教育的相关的投入 也会增加 因为你看 比如拿我自己来举例子 我的小孩大概现在两岁半 马上要三岁了 三岁就上幼儿园了 我肯定是希望 我的小孩上一个 比较好的幼儿园 对不对 如果说你是一个 你想说我将来毕业以后 我想当幼儿园老师 你完全没有必要考研 但是你说老师 我想去研究一些 高级的幼儿教育方法 对吧 比如说猛师教育 对吧 比如说什么样的教育 能够对幼儿更好 我想做相关课程研究 这个你可能就需要 很多理论知识 再比如说像 连锁幼儿园的一个管理 对吧 连锁幼儿园的一个管理 你学学前教育 你只是怎么样 本科阶段 你毕业以后 你只是当一个老师 你涉及不到一个 像连锁这种企业经营的管理 而且你也学不到一些 国际上一些 非常非常先进的 流行的一些幼儿教育的方法 所以说大家你要知道 像学前教育这个专业 有的人问老师考研有没有必要 我个人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就是你想当一个幼儿园的老师 还是想当一个幼儿园的园长 还是你想当一个幼儿园的老师 还是想当一个连锁幼儿企业的 这么一个企业管理者 对吧 你还是想当一个幼儿园的老师 还是想做一个幼儿园相关课程的研发者 这就是你们本科阶段 和研究生阶段的一个严重差别 那么另外在学研校选择上 大家也一定要去注意一下 就是教育学 难道只有师范大学在招生吗 不是的 非师范大学也在招教育学 非师范大学在招教育学的 主要集中在两个专业上 一个叫做高等教育学 一个叫做职业技术教育学 高等教育学 几乎中国四个大学 都有这个专业的说实点 为什么呢 大学本身就是高等教育 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些很明明 有名的学校 什么北航 同济 东南大学 它都有教育学 但是呢 因为知道的人不多 考这个学校的人也不多 你会发现高等教育学这个专业 在一些非师范大学的分数线很低 几乎没人考 也没人知道 还有一个叫做职业技术教育学 这个比高等教育学还北锤 知道的人更少 但实际上你要知道 招搜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学校 都是在某一领域 特别特别特别擅长的学校 比如说像 东北财经大学 它就有职业技术教育学 那它的职业技术教育学 你就可见而知 它主要是偏向于 哪一方面的职业技能培训 当然是财快类的职业技能培训 所以说的话 你要知道像这种学校 也可以去考虑 你选院校的时候 千万别把 弄掉院校 紧紧的盯在师范大学 非师范大学也在招出 在考试的时候 大家注意 教育学的学术纪念证 分成两种考法 第一种考法叫做同考 第二种考法叫做非同考 就是有的学校 是用国家统一命题的卷子 有的学校用的 不是国家统一命题卷子 是自己出题 比较好玩的是 北京的高校 都是非同考的 你考北京的各个大学 他的专业科 都是自己出题的 但如果你考上海的高校 他所有的学校 都是同考的 他的卷子一模一样 那老师 我怎么判断出来 他是同考的 还是非同考的呢 大家注意 同考的院校 他教育学的考试科目代码 是311 而不同考的学校 他的考试科目代码 不是311 也比如说 你老师我看了一个学校 他这个教育学综合 考试科目代码 是689 这就是自己出题 他考试科目代码是311 这就是国家统一出题的 你这老师的国家统一出题 和自己出题 他复习的内容有没有差别 没什么太大差别 但是各个学校 会有侧重点不同 所以说这个大家 一定要去注意一下 教育学 所以说大家 在教育学这个专业考验上 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呢 这一期呢 也给大家简单的讲了一讲 如果大家有什么 其他任何问题的话呢 欢迎大家随时来 给我们平台来留言 说不定我会给你打电话回复 咱们本期教育学课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